对于很多肖战粉丝来说,苦苦等了三年,经历撤档后,又在开播前一天定档的余生,请多指教终于迎来了首播。 这也是肖战和杨子首次合作的电视剧,无论是一些观众还是粉丝都期待了蛮久。 在第一集中,林之孝在剧中的绅士背景都交代了清楚,整体的逻辑也能够说清,包括配角的出现也都可圈可点。 比较遗憾的是,肖战饰演的顾魏这条线让人有点摸不清楚头脑,有些模糊,并没有过多的交代。 肖战在里面饰演一名帅气的外科医生,因为女主的父亲因癌症住院后,两位主角产生了日常的交集,在里面顾魏是很受到追捧的, 甚至安排了患者向医生要电话号码的戏码,也能够看出,顾魏是十分帅气的。 对于肖战,他的成名作,就是和王一博拍摄的陈情令,后来在热播的王牌部队中,又出现了精彩的演技,比起陈情令有了明显的进步。 但是,对于这部三年前拍的电视剧,肖战的演技还是欠一些火候的,比如说,就有热搜出现了《余生难看》,里面大部分的评论,都是在认为肖战的演技比较生疏, 看起来让人有点出戏,此外在台词方面,最初的肖战在表演时也有些过于生涩,如果不看字幕的话,只听他的发音,有时候不能判断,他究竟说的是什么。 而女主杨子在演技方面就不用多说了,也有着多部代表作,其中他的哭戏很打动人,情绪饱满。 总体来说,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也是观众们期待已久的一部电视剧,可能就是因为太高的期待,所以播出后没能达到理想,也免不了议论,但是他的收视率却是处于一直上升的趋势。 而且,在后续两个人的恋爱,也会出现不少好玩的事情,肖战的长相也很帅气,十分吸引眼粉的目光,就是不知道如此耿直的顾医生。 在日后追求女主的道路上,会出现哪些好笑的事情呢?目前只上映了两集,期待后面更精彩的表演,余生请多指教。